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計劃 在歐洲又傳來一個非常壞的消息 在上星期尾 愛沙尼亞政府宣布了 出於安全的考慮 拒絕由中國資助興建的全球最長的海底隧道 本來這條海底隧道 將會博通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以及芬蘭首都克爾辛基 按照原定的計劃 這條橫跨波羅的海芬蘭灣的海底隧道 全長大約103公里 造價大約160億歐元 本來這項計劃已經獲得了中國資金和中國企業支持 在去年 芬蘭的愛沙尼亞灣區發展公司 就和中國一家基金簽署了隧道建設融資的150億歐元 量解備忘錄 亦獲得了大陸的中鐵國際集團 以及他的母公司 中國中鐵 和中國交通建設公司的初步支持 但是在上星期尾 愛沙尼亞公共行政部長艾博就說 由於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 包括了環境 經濟和安全的原因 他就建議愛沙尼亞政府 不要繼續進行這個計劃 他還提到 儘管已經 進行了無數次的會議 但是不幸的就是 來自中國的開發商 並沒有消除到愛沙尼亞的疑慮 而且在各方面都不符合愛沙尼亞的利益 根據當地下進行的一個可行性研究顯示 去到2050年 這一條全球最長海底隧道 每年的客運量將會達到1250萬人次 以及去到400萬噸的貨運量 但是由於項目成本過高 成本效益是非常之低 實際對於中國來說 這個項目就是 建立通往北歐的貨運連結 這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非常之重要的一環 愛沙尼亞外交部說到 這條海底隧道計劃的財務內容不明確 故此他們將會直接跟芬蘭政府合作制定替代隧道計劃 換言之 愛沙尼亞政府提出了一大堆的借口和原因 講來講去 最終就是想撒走中國 飛起中國 因為人家都說明 隧道 起就不是說不起 不過就不是交給你中國來興建 人家就直接跟芬蘭政府合相 即是說 可能會繼續起 實際到底這條海底隧道 有沒有一個必要性 當然是有 因為中國都看準了這個機會 若然這條隧道是能建成的話 那克爾新機就必定會成為北歐最重要的貨運樞紐 目前 芬蘭和愛沙尼亞之間 如果要進行六路貨運 就是非常之免失事 因為這兩個國家之間沒有任何六路邊界接壤 如果要用貨運來進行運輸 就必須要兜了一個大灣繞經俄羅斯的聖彼得寶 變成了非常之免失事 目前兩個國家之間的貨運 主要就是依賴船運 但是始終來講 船運的效率肯定就是會比起六路運輸 低感一大決 因為程序會繁複很多 例如一家設於芬蘭的工廠 要出貨去愛沙尼亞或立陶宛 波蘭等國家 首先要預約好船旗 然後才叫貨櫃車走來上貨品 去到克爾新機港把貨櫃落 然後調上貨輪 再定時定後才開出 去到塔林港以後 又再射貨 再搬上貨櫃車上 再運送到目的地 這樣就是 非常之麻煩 若然 如果有一條海底隧道 直接連結了兩地的貨運站 那就方便很多 到其時 貨運的效率一定會大幅提升 亦有利於芬蘭和愛沙尼亞兩個國家 乃至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 因為貨期會縮短了很多 節省了大量的運輸成本 和時間成本 就著促進貨運來說 這條隧道就是有它的實際需要 但是說到客運 根本上就是不值一提 如果只是做客運的話 這條隧道起來 根本上就是沒有任何成本效益 為什麼呢 因為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人口也只有42萬人 芬蘭的首都克爾辛基 多一點 多100萬就是142萬人 現在說的是 愛沙尼亞全國 都是只有130多萬人口 根本上完全是支撐不到 起一條 160億歐元造價的隧道 如果真的按照這個價錢 來興建 根本上就沒有機會可以回本 故此 一定就是要以貨運為主 當然 究竟這個160億歐元 當中是滲雜了多少的水份 中國不是做義工 要賺錢 當然是不知道 所以 人家愛沙尼亞就直接跟芬蘭談 別人自己起 對於中國來說 當然就是 失落了這個海底隧道 就是一個大損失 為甚麼呢 一來中國本身又可以將它國內的產能過剩 找這些一帶一路國家去消耗它 二來 建好以後 後續的管理和維修 又可以賺一大筆 現在不建 當然就是大損失 不過對於 在愛沙尼亞和芬蘭這兩個國家來說 這條海底隧道 建不成 究竟是損失 或是避過一劫 真是見仁見智 因為有不少一帶一路國家 在建好很多無謂的基礎建設以後 就變成了負債累累 和美大不調 接著我們又談談另一單消息 就是來自彭博的報導 美國已經宣佈了將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其中一項最關鍵 就是限制軍民兩用的敏感科技輸出到香港 根據彭博使用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顯示 在今年上半年 通過香港轉口到大陸的半導體 比起去年同期就是增長了11% 幾乎就是芯片總購買量增幅的兩倍 只是說今年的6月 轉口貿易就已經增長了21% 而香港的貿易平均佔了中國芯片總進口量的38% 香港電子科技商會主席蔡劍成就提到 說來自大陸的客戶 是願意在美國制裁香港的實際生效日期之前 購買更多的產品 故此 他們現在為著這些商品所下的訂單 比起以前就是多很多 整體來說 由於擔心供應鏈受到進一步的衝擊 大陸的企業一直都在囤積芯片 數據顯示香港的通道 就是他們進口的其中一個重要來源 香港長期以來 一直都是通往中國大陸的技術管道 部分原因就是基於香港的低稅率地位 和開放的金融體系 所以 現在美國走去制裁香港的時候 香港作為中國白手套這個角色 至少在科技進口方面 就肯定是會走到盡頭 當然特區政府對於這些事就是不會提及 口口聲聲只是說 美國和歐盟有多少分公司 有多少地區總部撤在香港 又或者是提到 美國在香港的貿易順差有多少億美元 說這些是無謂的 因為 他制裁得你 除了你經常提及到他那些所謂的損失以外 你本身也是有損失的 而且他制裁香港 實際上的效果就不僅是制裁香港那麼簡單 而且就等同於是制裁大陸 因為從美國進口的芯片當中 有多少是本地的企業使用呢 又有多少是轉口去到大陸的呢 彭博也算出來啦 所以經常提及 別人的貿易順差多少多少 這些是無意義的 因為要判斷美國實施的制裁措施 他對於哪方面的損失大點 你不能夠單純看貿易額 你對於美國自身來說 他當然是會有損失 因為限制出口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賺少錢 他是有損失的 但是哪個損失大點 中國企業如果完全是沒有了美國的芯片 能不能夠是自主生產呢 當然啦 我覺得很有信心 因為華為有這個中芯國際 一定可以的 不用靠美國的企業或者是台積電 但是當中國團職那些 芯片的全量用完之後 而中國又未能夠掌握得到 類似的技術或者是接近的技術 那我真是難搞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